在2024年当我们投资澳洲房地产的时候 到底应该选择现金流 牺牲升值 还是说只追求房价升值 忽略租金回报呢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财务自由 那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呢 在澳洲过去二三十年的房地产投资历史当中 这两个阵营一直存在争议 今天我想和大家去分享几个观点 去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两者我们都需要有 同时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个人prefer的房产投资策略 而我过去在这个频道分享的内容 是如何和我个人的投资策略可以相互关联的 那如果你正考虑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投资策略 相信今天的影片会为你带来很好的参考 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了 我是法兰克 希望透过理性的数据分析 帮助澳洲的投资者理性投资澳洲房地产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我会每周分享一些对你有用的房地产资讯 需要找我们做资讯的朋友 可以在影片下方的信息栏里面找到这条链接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自行预约的 那第一点我想大家知道的是 只有租金回报或者很好的现金流是不够的 我自己就曾经偏了这一边 觉得现金流为王 升值只是辅助的 或者是一个bonus 我自己以为买很多套这些超高现金流的房产 将来就会有很高的被动收入 但是问题是要找到租金回报在8%到10%的这种房产 几乎肯定会牺牲升值的 问题是如果没有升值 那我们需要买很多很多套 并且等这些房产在未来30年 自己去还清了 我们才会达到我们的被动收入目标 另外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很多人会被假现金流骗了 比如有些公寓 今天的买入价可能只需要20几万澳币 租金能达到每周五六百 看起来像超级高的回报 但是深入看它的持有成本就会发现 超高的物业管理费 房价是不涨 但是这笔费用每年涨不少 这种就是假现金流 所以就算买入很多套这些 都达不到我们最终的目标 第二点就是只看升值也不够 因为我们需要能够长期持有10到20年 房产投资才变得更有意义 因为澳洲高昂的买卖成本 实在不适宜短炒 在持有的这段时间当中 我们会经历通胀 物价的上涨 利率的起跌 经济衰退 也有可能会失业 这些都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 但是几乎是一定会经历的 就算房子在升值 我们也要有能力持有的住 最终这些升值才能够是属于你的 在澳洲最容易亏损的投资者 就是持有不到三五年 就被迫一定要卖房的 我们为了买所谓的蓝筹区 每年贴个两三万去养这套房产 是他们会升值 但是你又能够买多少套这种呢 就算你的会计跟你说可以做复扣税 但是为了拿回30块 故意亏损100块 真的是好的投资策略吗 那如果继续买下去 有些人可能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 现在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人说 每个月还贷都还得喘不过气了 所以只看升值忽略现金流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现金流帮我们度过未来十几年的不确定因素 第三点就是我们需要现金流才会对我们的贷款能力有帮助 现在贷款的难度比过去任何的时间都要困难 那虽然这个也是周期性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买现金流极差的房产 我们很快就会怠慢 没有办法继续买第二套了 这是有点不理智了 如果一开始建立了正确的架构 好的现金流是可以帮助我们安全的带得多很多 第四点就是如果没有升值 那投资几乎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我自己的投资理念里面 我们投资是为了可以提早脱离朝九晚五的工作 或者起码没有必须要上班的压力 你可以选择去买一套两三百万的房产 这样子也许能够满足你自己 但是也可以想象 如果我买的是四套六十五万左右的房产 然后持有个十到十五年 等待他们翻一倍 历史数据也很清楚显示 House一般会在十到十二年左右翻一倍 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选择四套里面卖两套 当然要交一点增值税 但是一般也就占了总增值部分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左右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可怕 甚至如果一开始规划用正确的税务架构 那可能还能少交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升值赚到的钱来还清剩余的两套房产 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策略 也不是说它是对还是错 只是我个人喜欢用的策略 那如果要有效执行这个策略 我就需要房产既有升值也有好的现金流 从头到尾是一个大概二十年左右的计划 从最开始快速买入房产的阶段到持有的阶段 然后最终卖一半还清另一半的阶段 用被动收入来脱离工作 当然这里需要多少套呢 就取决于我们自己设的被动收入目标是多少了 第五点是要善用债务 不要怕它 让它变成你的帮手 因为善用债务才可以帮助我们早日脱离债务 这种杠杆会允许我们操控更多的资产 因为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少人会有两三百万现金 可以拿出来买房的 但是通过债务我们就可以操控两三百万的资产 甚至更多 等待资产价格上涨 卖出 提早还清我们的债务 第六点就是我们现在努力工作就变得更有意义了 因为无论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这一刻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工作去赚钱 其实是为了利用我们的收入 让我们可以有资格去申请债务 我们就可以在未来几年买入多套的房产 而这里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短期的房产升值 我以前分享过几个视频 我们看了澳洲所有subber过去20年的数据 有超过90%的区域都是有稳定升值的 并且所有区域的表现几乎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澳洲房产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这种稳定性 但是有些人听到我这么说 他们就会觉得 那既然升值表现都一样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其实我买在哪里都无所谓呢 这个只对了一半 没错就算我今天买了一个区 可能这几年表现不太好 但是只要我持有的足够久 这个选区的错误是会被弥补的 但是这对我们建立组合这个阶段 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如果买入之后两三年没有很好的升值 我们就没有办法利用里面的equity 继续扩展我们的组合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们需要在对的时候买对的区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频道会专注于和大家看这么多的数据 就是希望和大家分享 短期内哪里会有最好的房价和租金升值的表现 用多个数据指标 我们其实可以判断出 哪里会有短期最好的升值 买入一到两年内这种爆发性的升值 就允许我们利用equity重复去快速买入多一些房产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也在过去两三年帮助很多客户做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其实到了今天 现金流和升值 我觉得已经不值得去辩论哪个更好了 而是两样我们都要 也是我们需要有的 而在升值当中 我们同时需要短期好的升值 我再重申一遍 我个人用的投资策略不是唯一一种 也不是说它是最好的 但是我个人喜欢这个策略 是因为我不希望我到60岁 依然不得不去工作赚钱 有很多我们身边的人都会说 又有升值又有现金流的房产是不存在的 但是其实这种是不看数据的人才会这么说的 他们也不明白市场的周期 他们也会跟你说 澳洲只有悉尼墨尔本才值得投资 但是对于过去两三年 投资了阿德莱德 布里斯班 珀斯 以及这几个州的偏远地区的朋友 他们这几年就亲身经历到了 有很多地区都可以升值现金流两者兼得 甚至有些区域从几年前买入到今天 已经接近翻一倍了 而这些区域同时也是有长远稳定升值的 很明显要建立一个成功的房产投资组合 一点都不容易 需要我们从一开始有明确清晰的目标 规划 也需要我们愿意牺牲 充分去理解当中的风险 以及后备方案 那就会变得可实现的多了 当中也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结合 我也建议大家去看看我以前所有的视频 因为我会把几乎所有需要知道的细节 花时间详细去讲 比如如何为自己设立目标 怎么规划你的投资组合 买资助还是先租房 对你的策略更有帮助 什么是好坏债务 如何去提升你的贷款额度 该不该用LMI去带的更多 本息同还还是只还利息对你的策略更有帮助 对冲账户可以怎么帮到我们 如何合理的refinance 用个人信托公司和自管养老金买房的区别 理解并且知道如何降低要交的地税和增值税 在我们找区有哪些数据是误导我们的 有哪些数据是最重要的 并且在买到以后如何找到对的租房管理中介等等 这些看起来零碎的题目 其实全部都是连贯的 是符合我自己用的投资策略的 当然你不一定要同意我的投资策略 因为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你 但是我认为对我们每一个热爱房地产投资的人 都一定会有帮助的 我知道目前市面上的租金回报正在下降 因为很多地区的房价涨得比租金更快 这个很正常 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 但是我们越早买入 我们就很快会等到租金再提升 一段时间过后 租金回报就会很容易从4.5%回到5%以上了 如果你正在建立你的组合 那动作一定要快了 那如果你在房产投资的规划或者架构上需要帮忙 也欢迎你到影片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找到这条链接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预约一个一对一的资讯 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点个赞 并且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